7月20号到26号后备军人在城镇营区中正堂进行围棋七天的教育招集训练 吉安乡这次总共有124名后备军人参与教招 那么吉安乡长游淑珍在教招的第二天就前往绕军、制证家菜经以及礼品 7月20号到26号后备军人们在城镇营区中正堂进行围棋七天的教招训练 吉安乡这次有124位后备军人参加教招 吉安乡长游淑珍在教招第二天就前往绕军、制证家菜经和礼品 慰绕在炎炎烈日下受训的官兵 金石后备能量也储存我们国家守护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感谢这么多的军职警方单位为我们开启这样的一个后备训练 那在这次全化连线300余位的这个后备军人的教招 其中124位为吉安乡的乡亲 所以今天也特别来探访 更要在炎炎的夏日里面带来了这个满满的鼓励 希望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矜持作为我们社会承担的力量以外 也带来我们家户家人的一个守护的安定感跟自信心 我相信这个是在我们市政作为以外 也可以带来很温馨的亮年 更是要代表乡亲跟他们自谢跟自意的 我们一起为花莲为我们的国家加油 这次教招遇到汉光演习 官兵们是特别辛苦又严谨 再加上凯米台风过境横扫花莲 国军弟兄们更辛劳 既然向后备军人辅导中心的主任林顺和 副主任张德琪秘书黄明顺 还有组长周胡飞鹏及林中达等 也到现场为参训的后备军人就要打气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次教招训练中 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军事素养还有应对能力 戒旅会欢迎视报道